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更加的升高了 香港人争取普选 真正的普选 那他们的特区首长 为什么这一争取的真普选 最后会变成这样子一个状况 这47年来最大的公民运动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那除了之外呢 我们还要来关注到台北市的最新的市长选情 那个最新发展 台湾顾问团关心台湾 赶快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现场请到四位来宾 赶快来做分析 从我的左手边为您来介绍起 第一位我们请到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我们为大家来请到是 文化大学政研所的所长杨泰顺老师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在我的右手边 第一位请到资深的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大家好 好 第一位为大家请到的是 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 大家好 好 我们就赶快带您来看看 这场的一个是失控的战中行动吗 还是失控的一场的一个政府的镇压行动 先看来自香港的最新消息 催泪弹攻击不停 民众不断尖叫 仓皇逃离 再聚集 大批抗议民众坚持死守香港周环 几名对峙场景 除了港府总部 周遭地铁出入口 也遭民众封锁 战中行动 一夜之内在港九地区遍地开花 凌晨两点 港岛铜锣湾闹区商场 被两千多位声援民众挤满 大约一小时后 一海之隔的九龙旺角 街道则停满了支持行动的车辆 战中据电不断扩散 警方与示威者爆发冲突 场面混乱失控 一度还传出解放军出动 刚进发射塑胶子弹 特首梁振英为此 清晨特别发表声明 这些传闻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我希望市民保持冷静 不要误顺谣言 而警方一直致力 维持社会抵循 在行动中 保持最大的克制 一周内 罢课学运越演越烈 将领中环至今天地开花 交通全面瘫痪 据传有74人被逮捕 41人受伤 演变成47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公民运动 在盘桃宇众和道 好那么香港这次的争取的普选 是2017年的特区首长 特首的普选 普选是希望大家 一票一票投出来 香港的行政展 那么2017年 重要呢 这是香港回归 中国大陆的20周年 在这个关键时刻 希望能够用真普选的方式 让香港是不是在 他们的政治体制上的模糊空间 能够就此非常的清清楚楚 但显然这么 从去年大家的恐怕 就听到战中行动 这样的一个名词了 一路到现在 请教林武方安委员 这个是一个处于失控状态 还是他本来可以控制 但到底哪里的问题 出了状况 以至于变成这样子 群众聚集到这样一个树目的时候 你很难去预测 他的结构是什么 而通常可以讲究说 不会是一个 所谓很平和的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群众是一个 很难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团体 何况他们还不是一个团体 他们从很多的地方进来 然后聚集在一起 当然有些人在组织 有些特定的团体 可能人数是占比较多了 可是在那样一个双方 激烈对峙的时候 都会失控 双方都会承受不住 那样一个高度对立的 那样的一个情绪 到时候会受不了 但是说大陆先阶段 你说有可能会不会派什么解放军 军入港 我如果先阶段不会 原因在哪里 八九天安门事件 我相信给北京的领导人 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 就是说开枪容易 收拾难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那边 有所有学到的一些的教训 对香港的这些 群众运动的领导者 其实天安门事件 对他们也是有警惕 他们也是担心 中共到最后会使用军队 所以你看他们领导人 出来讲话的时候 也是告诉他们说 如果香港警察 如果有开枪这些 叫他忙就要散 就要离开 就要散开 因为这个再往上 一路走上去 中国我认为先阶段 还不会用冰 但是如果说 对峙到变成非常粉乱的时候 中共的内部 就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说好算了 政治局常委会议 那些人在里面 关在房间里面 那几个人在辩论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那最后的结果 是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最后结果 就会影响到中共 对香港问题的处理 而那个东西也是一样 很难去预测的 对 也是另外一个失控 所以当然随着局势的发展 有人说 因为刚才有提出来 就是传出来48小时之内 要清空 这样的时间点 现在是被梁振英给否认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时间点是真的的话 是到今天的午夜 好 因为明天是9月30号 要好好完成 恢复状况 在10月1号 正式的一个国庆日 中国的国庆日 是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的 好 先请教杨太平准老师了 就是争取普选 真正的投票 去选出一个香港的特区首长 这对香港的意义到底多重大 但其实这次过程当中 也听到也有人觉得 不需要搞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状态已经不错 未来还有多的时间可以前进 现在我们要怎么去看待 这个为什么争取 争普选 以至于现在走到一个失控的情形 我先回应一下主持人刚刚讲的 这10月1号的这个期限 我不太认为说 香港历压 跟10月1号的这个期限 有太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样子讲的话 就太把这个中共的这个影响力 这个太过膨胀了 那我基本上我是认为说 这个香港它长久以来 它一直是法治重于自由 它是没有办法去忍受 说它的这个办公的 这个首府这个地方 被一群这个学生 或者是群众来占据 使得它的工人 也没有办法去上班 就像我们在台湾 上次学运去攻这个行政院的时候 行政院也是会采取一个 比较强烈的这种手段 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说 这是选择地点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选择是 其他的什么公园 或怎么样 那可能就10月1号 10月2号也无所谓了 可是因为这个基本上 是因为香港 它是一个强调法治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这个 没有办法去忍受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群众运动的行为 我个人的看法 那这一次的这个 我认为它 基本上它是一个失控 因为这一次 就像刚刚这个林委员所讲的 这一次群众是四面八方过来的 他们不像台湾的这个群众运动 我们反对党 多少在这个整个谈判的过程 包括上次的太阳化运动 反对党也扮演一个 很关键性的这个角色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 香港的这个运动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香港的这几个民主党派 其实在这整个运动的 不管是筹划的开始 或者运动的这个进行 几乎完全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角色可以扮演 甚至说领导都没有办法 所以使得香港政府 去看想找人来谈判 也没有对象 那学生在这方面呢 基本上他们可能热情有余 组织能力可能 可能还不如我们的太阳化运动 所以使得这个运动 会产生这样一个结局 好 老师帮大家分析到 这个想要找谁来好好协商 让问题能够好好地处理 协商对话的一个角色 恐怕都找不到情况之下 这场运动 简要相容 它毕竟还是聚集这么多人 主要是主力是学生嘛 但今天我们看到 因为出现了 现在大家形容叫做武力的镇压 所以老师也要罢课了 就这个恐怕会 这个状况会更加地扩大 我觉得他的能见度 跟媒体上面的效应 和他本身所号召的群众的数量 有一点不成比例 当然因为香港第一次了 从1967年之后的第一次 1967年的6月7号 发生什么事 大家所谓的六七暴动 六七暴动那天 也是因为选举 跟选举是有关的 所以换句话说 香港在争取一些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到 所谓的公民的层次 到国家层次 他们基本上是市民层次的权益 那只要跟这有关的时候 都很容易引发一些纷争 那从这一次的 这一波的 就是说跟北京的 要权力的 跟北京争权的这样的运动 那以战中为民的运动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它还在初步发展的阶段 那以一个民主运动的 初期的发展阶段 某种的失控 某种的群龙无首 我认为那都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我之前说 就是说大家在 透过媒体当中放大 尤其比如说台湾 像是苹果啦等等 这些 他本身的关注 以及他的一个视角的关系 他会把那个放得 好像好像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实际上面 即使他们之前在投票的时候 最后宣称有八十几万人投票 八十几万人说 占整个香港的人口 人口比来仍然相对是低的 不过在这个事件之后 我认为香港本身的那种 民主意识的抬头是必然的 换句话说 不管这个过程当中 是失控的 是误判的 总而言之 它已经某种程度上面 已经给了这个运动 一个土壤 那这个土壤 未来它一定会持续的肥沃 会持续的壮大 当然香港比较特别的 就是香港终究是一个 一国两制的实验区 那这个一国两制的实验区 当初宣称的五十年不变 但是今天在十多年之后 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看起来已经开始了 有一些对于那种的 不变的不信任感 也就是你与其说他想要变 不如说他对于你的五十年不变 他觉得这个不变 看起来是已经开始变了 所以这一波的这样子的一个 街头的运动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它所呈现出来的是 是杂乱无章的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动能 会越来越强 那港府已经不足以单独 因应这件事情 它的关键还是在于 北京对于包括以中国大陆 为本体的整个的民主化的进程 跟香港本身的 对于自我的一个民主 或在地民主的实践 之间要保持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他不可能 他觉得他不能放香港放得太松 免得对内地产生冲击 可是当香港逐渐起来 它势必是一个示范效果 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互动性 那远远超过两岸了 所以香港一定会有这个示范效果 是 所以你也担心 在香港的分析下 恐怕未来这个事情 短时间难善了 很难善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不知道郭老师的分析是怎么样 我们在看到说 今天其实有人说 是非常亲共的 应该是接近核心的环球网 今天已经这样的讯息 也告诉大家了 认为这是香港民众 打着什么民主的旗帜 来搞抗争 实际上是在搞抗争 所以跟反中者一块勾结 所以才会出现 这样的团结内外的势力 来造成今天这样失控的 战中行动 所以他们认为 如果香港港府 没有办法控制 武警来了 准备好了 这消息出来其实蛮恐怖的 会担心开门的再现 我认为反中跟港独是少数 真正的还是在想争自由 核心带来还是自由 担心他的自由跟自治 会被破坏 刚刚萧龙讲的 一国两制可能会变 所以事实上习近平 在接见70位主要的港商 他也是承诺这个 可是说因为他这样讲 还是很抽象 就具体是不是说 你可能会侵犯到香港的一些 特区的自由的行为 通通都取消 我是觉得他事实上是可以 做一些动作 还包括比如说那个政改方案 1200个人 你是不是可以让基层的名额 再增加 这个都是立法会有权力处理的 那当然这次梁正英 他自己是有点处理适当 比如说黄少峰 你把他拘留48小时 你是刺激更多人出来 对不对 然后48小时之后又把他放出来 那当然变成英雄 这个在群众运动的处理过程 都是不可理解的 不过就是说 大陆事实上思考香港问题 不能单独把它看香港 因为你早晚也是要做政改 所以香港事实上是你一个试点 那你要看他跟你其他城市 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上次建制派选的并不差 上次选我们看建制派上市 他是35席 那建制派选的17席 那泛民派只有18席 只有多一席 所以事实上并不是说 在这里全部都是泛民派 不是这样的 而且投标率只有53% 我说2012年立法会选举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陆不要对自己 这么没有信心 因为你如果像环球这样处理 你反而会让反中派 甚至港独派撞到 那你以后可能越来越麻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这里你要去拿捏 而且香港是一个 非常守法的地方 你说这个地方的民众 会多激进我也不相信 所以你说 你说即使你没有临选 因为他现在坚持要临选 就是要爱国爱港 那临选出两个来让你投票 那香港人当然很不爽 因为他知道可能 因为要1200个人过半 才能提名 那可能他们心目中 有些人选是一点机会 等于说这个选举制度 在这边对香港人来讲 是一个变动吗 所以这次才会 这么样的激动吗 所以你就必须 在那个功能界别 有四种类别 你把基层类别增加 那港人就比较没话讲 所以说这个港人治港 50年不应该变的 这是在香港 正是个回归到中国大陆 去香港基本法里头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但林立法委员 那为什么香港人觉得变了吗 第一个大概是一种 整体的感觉 对共产制度的一种 整体的感觉 你要知道中国大陆 习近平其实是个改革者 改革者 香港人其实对习近平 有些人是有好感的 是有赞美他的 可是整体看到的是 这一阵子贪污 很多的贪污 这些大官们的恶行 恶状的事 整个都披露出来了 所以让香港人觉得说 共产制度好糟糕 要不然怎么会出来 这么多这样子贪腐了 而且都是高官 而且搞钱 不是说搞几百万几千万 是搞几十亿这样在搞的 所以这个让香港人 对共产制度会有点担心 他们以前不知道吗 这时候才了解也太慢 我想最近的这样一个贪腐 是让很多人 是真的官场现行期 从来没有过 过去这么多年来 中共有这么多的大官 包括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这样子的出问题 那这个你看薄熙来 这里面还牵涉到 有可能要暗想 暗杀习近平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石油 这个大王 这个周永康 周永康这个事件 这其实吓唬很多 还不要讲很多的什么 市委 省委 省长 副省长之类的这样 所以整体给香港人感觉 就是这是不好的 这样一个不好的这种 会投射在整个中国大陆 制度上 对这个制度会怀疑 会很担心 必须是五十年 对那五十年以后 是不是我们就在 接受这样的制度 你会让他们担心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一种当家做主 我想任何地方 人都会想要自己当家做主 当然你说香港人 会不会想说 外交上他要主导 他知道外交上 他没有办法主导了 国防军事他会主导 他也知道没有主导权了 所以外交国防 一定是中共在抓 可是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是有一种当家做主 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很自然的这种状态 就是说港督 我希望用自由民主的方式 让我们香港人 用普选的方式把它选出来 这香港人终极的那种目标 是这样 所以大陆领导自己要去看 如果你可以抓国防 你可以抓外交 然后在这个港督的 这个产生方面 让香港人自己去做决定 这样子你要不要接受 你要不要接受 我觉得中国大陆今天看这个香港问题 其实它是政治的优利 是优利到 香港这个问题 如果说他把它放掉了 好像就从笼子里面 这只鸟飞出来了 那其他的大陆内地的这些省份 可能人民就要要求 一个一个比照香港 这样子 这样一个担忧 中国大陆领袖 这样一个担忧 会不会是想得太多 跟想得太远了 就是说有太多的紧张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想象的一件事 就是说 中国大陆领导人 现在不是把香港当作 郑亮刚刚讲的一个试点 一个实验区 其实不是的 他们的心态就是说 我就等你 五十年一到 我就收进来 就是一国一制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香港很多人的想法 也是认为说 可能你大陆想的就是 如何拖过这个五十年以后 然后就把香港 一口给吞进去 所以你大陆应该让香港人觉得说 即使五十年后 你们依然会保有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那个时候可能连大陆 都会保有 跟你们一样 香港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 可是我告诉你 他绝对不敢讲 大陆的领导 如此一讲的话 这个鸟的笼子 就是他自己打开 让它飞出去了 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解 你现在问我说 那这个情况要怎么了 我坦白讲 如果能够善了 我认为是奇迹 如果如果善了 到说大家都各取首须 好了 我们大家握手言欢 然后大家都走出这样一个僵局 那我如果奇迹 我希望看到这个奇迹 可是我告诉你 奇迹由来不易得 不容易得到奇迹 看来林伟也是非常非常悲观 那如果不是奇迹的话 马上今天大家投射 来做比喻的 杨大生老师 大家就比天安门 就是这样状况 会在线吗 如果我们大家觉得 梁振英恐怕没有这么高的智慧 可以解决 是吗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发生像天安门 这样的一种结果 因为毕竟这个香港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 当年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北京的这个国际 国际的这种可见度 便没有像香港今天这么高 是没错 然后再一个这个香港 可以说是世界这个几个 大概是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假如说香港发生问题的话 对整个世界的金融 不要说对亚洲或者对大陆 也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中国大陆对这方面 也会采取一些自治 刚刚林委员是从大陆的角度来看 来看这个失控的一个场面 那我倒是觉得说 这个现在的这个香港人 跟这个20年前的香港人 也不太一样 是他内部的一个一个质变 造成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的 这个主宰的力量 主要是学生嘛 对 那我们如果来推算好了 假如说在97回归的时候 这些学生那时候 差不多五岁十岁 对不对 就现在今天在这个 广场上面的主要的一个力量 这些人并没有经历过 这个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这个香港 难免对很多自由的这种口号 或者理想 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想象 那对于老一辈的人 如果他以前经历过这个英国人的统治 他可能会觉得说 当初英国人统治 比较就像今天很多台湾的老一辈的人 很怀念日本人的统治一样 觉得秩序安全 比这个自由可能来得更重要 那所以是这一批的这个 这些年轻的人 他可能对一些自由的这种信念 产生一些过度的幻想 然后再一个也是很重要因素 就是这个97年以后 香港的这个发展 跟大陆的崛起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所以大陆的这个发展 也造就了香港成为今天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 金融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地位 所以这个使得这个年轻的这一群的这个香港人 他们对自己香港的这个地位 产生了一个超过现实的一个自信心 他说我可以去跟你 你这个中国大陆这只猛虎来对抗 你不敢对我怎么样 可是我认为如果说像刚刚 如果像刚刚玉芳兄所讲的 这个将来没有办法善聊 我认为将来吃亏的一定是香港 这就跟当年1949年 中国中国人的时候 很多上海的金融业子 跑到香港去避难 造成香港在金融市场上面的 一个无可取代的这个地位 那大陆今天看在眼里 他怎么可能说让你香港 继续去掌控这样经济 或者金融的这种主导权 然后可以来随时跟我讨价还价 他一定也会慢慢一步一步的 把他的这些金融的重心 慢慢移到上海去 所以当年1949年的这些财经人士 跑到香港造成香港今天的繁荣 也许在今天我们讲2015年 2014年以后也会慢慢的发现 有开始回流到上海去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的变化 我们都超乎大家想象的能够预估 是会是智慧的收场 还是其实真的是 像刚老师讲的 像委员讲的 非常难以善聊来处理掉 那香港的金融地位 目前为止很难撼动 所以今天在香港 证交所的这个所谓的 股市交易是没有停止的 但是今天一跌一跌的 非常恐怖 盘中跌坏当时551点 那么整个香港的港元的汇队 也掉了一半 所以这个压力也是非常之大 待会回来我们这句来看 梁振英处理得了吗 还是说接下来呢 还是得北京来动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到底是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是他们从台湾学到了很多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 继续的看下去跟互动下去 我们待会回来